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师哥 这是在幼儿园里的一天 早上好啊 孩子们 早上好 牛姑爷 紫色的羊毛袜子 已经穿在了我的脚上 当天气变冷了 他们能保持双脚的热量 好了 孩子们 这是一首关于羊毛袜子的诗歌 这是个关于羊毛袜子的什么 这个是诗歌 就是用高度凝裂的语言 在你们的脑海中 展现出一幅图画的神奇方法 一幅羊毛袜子的图画吗 不仅仅是羊毛袜子 诗歌可以用来描写任何事物 在炎炎夏日中的那座美丽的花园 一位年轻人 一颗受伤的心 还有一双羊毛袜子 是的 有的时候诗歌的词语 还要讲究押韵 比如脚伤和热量 或是妈咪和垫子 或者是狗狗和狗狗 不对 丹尼 那样可不算是押韵 那是同样的词语 哦 是的 林阳夫人 我想不出有什么词语 如果你想不出词语的话 你也可以用声音来代替 听一听风的声音 风刮的 游戏时间 孩子们 寻找一些可以用来作诗的词语吧 我们可以拿什么来作诗呢 这里飞来了一只小鸟 小鸟啊小鸟 一只小小鸟 你真是一只小小鸟 说得真好 佩奇 那么鞦韆呢 鞦韆 鞦韆 荡啊荡 荡得高来 荡得稳 看来作语手诗也没什么难的嘛 简简单单 小诗一张 小菜一碟 哦 下雨了 哦 天呐 我必须去拿一把大遗伞过来 这样真好玩 都过来吧 孩子们 我拿来了一把超级大的雨伞 一把超级大的雨伞 那确实是一把超级大的雨伞 你们听雨落在伞上的声音 它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的 现在听起来说 噓噓噓噓噓噓 大家快回到教室去吧 哎呀 夫人 我们能做一首关雨的诗歌吗 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茉莉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些 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雨的词语吧 呃 雨 没错 苏西 雨就是雨 但还有什么词语能让你想到雨呢 它是刷刷刷的 也是哗哗哗的 听起来是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的 还有 噓噓噓噓噓噓 没错 这些词语用来形容雨都很贴切 那雨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感受呢 潮湿 是的 丹尼 还有什么呢 它让我觉得痒痒的 还扭来扭去 下雨之后 我会很想在泥坑里面跳来跳去的 说得非常好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送一首诗了 太好了 放学时间到了 家长们来接孩子们了 你好 今天孩子们有感而发 做了一首诗歌 你们想不想听一下呢 当然想 诗歌的名字叫雨 噼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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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atoes 这是一场大暴雨 潮湿洋洋扭 形成了许多小水坑 非常适合跳进去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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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大人们喜欢诗歌 大家都喜欢诗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